另外花林县观光人力发展协会 在中秋节的前夕 特别办理了蛋黄酥制作研习 又专业烘焙师带领35位的社区志工 热心制作了1200颗的蛋黄酥 送给主农理近百户的关怀户 而减糖配方制作的豆沙馅料 一颗颗饱满又充满了香气 市长为家宴也赞不绝口 口感完全不输甜点店 推开主农社区活动中心大门 扑比而来的是正正蛋黄酥香气 中秋节前夕 花林县观光人力发展协会 由专业烘焙黎自君老师 带领35位热心社区志工 共同制作1200颗蛋黄酥 一早重备食材 擀面团包馅料 接着一批批送进烤箱 一颗颗饱满散发香气的蛋黄酥出炉 步骤严谨 毫不马虎 那也看到我们福气站的所有的长者 齐心协力的在一起做我们的蛋黄酥 做我们的月饼 那在这边要非常感谢我们流理长 以及我们将代表 特别的用心在我们家节前 能够举办这样那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长者们一起来参与 那一起来 大家互相的一起来做这个蛋黄酥 然后再发放给弱势的一些 附近的一些兵员户等等 那在这边也要感谢代表 长期以来对于我们的社区 努力付出 那也要谢谢里长 在有需要的 有限的经费下 长期办理非常相当意义的活动 未来我们也会都会持续的 对社区的一些活动 持续的来支持跟关照 市民代表江凤仪表示 这是一份由社区齐心协力打造的中出礼物 特别注重食材的选择 减堂配方制作豆沙馅料 要照顾长辈及关怀户的健康需求 一千两百颗蛋黄酥 将送给主农理进百户关怀户 市长也正不绝口并表示 除了对活动大力支持 市公所也会持续支持社区各项活动 此番让里民中秋佳节倍感温暖 也能让花莲市更美好更温馨 记者长汪月花莲市报导 さあ 请不吝点赞看 我们现在每逢点赞看 露男子 开启 增呃 谢谢大家